陈浩铭和老婆蒋丽莎已育有一女 本月23日上午 蒋丽莎又抛妇产下男宝宝 为夫家先后淡下一女一子凑成好字 等了三天后 陈浩铭与爱妻便带着两子女一家四口 于今日首度公开亮相 并在圣保路医院召开记者会分享喜事 儿子重3.68公斤 英文名是Cyros 而中文名字还未确定 陈浩铭笑只想凑成龙虎才 或有一再追生一个 而对于经历了两次产子的蒋丽莎 最为开心的竟是孩子不是处女座 而是天秤座 BB的名字啊 BB的名字妈咪改的 是啊 他中文名我们其实还未定的 是暂定那个 英文名呢 景軒是暂 其实未定的 不过就可能 传递信息错误了 英文名就叫Syros Syros 是妈咪改的 妈咪找的在网上 那么 妈咪叫这个名字 诗语言里面 Syros 即是云 哦 很可笑 我们经常都说要生龙虎炮 第一个是龙 就是龙虫风 虎虹云 龙虎风云 那么 就是他是虎 那么原本呢 我就说他是叫程雅鱼 那么既然龙虎炮排第二的 那么不如叫他做程雅虎 那么不是那么好 听起来原来Yahoo 原来 原来好像帮了别人买广告 那么不是那么好 因为之前我女儿跟我是同一天 跟我是射手座 那我就想 其实之前儿子本来就是天秤座 但是呢 因为 因为他个子比较高 然后又比较肥 所以呢 医生就很担心 我有可能会提前生产 所以就觉得提前入院 会比较安全 然后比较有保证 所以医生之前就说 让我在9月19日 他说日子挺好的 其实可以入院 选择抛妇产 然后我就想那是处女座 我觉得想儿子跟爸爸一个星座嘛 想天秤座 所以呢 就决定还是选23号天秤座的第一天 陈浩铭表示 太太今天出院 这次妻儿将留在香港坐月 陈浩铭也特意向剧组请了一个月的假期 但被问到会否减少工作 他校园应该要增加多些 因为要养活多一个人 因为我原本其实都是要开工的 所以我都跟其他人说 我请了一个月假 就等过了坐月这个时间 我才回大陆 因为上次经历了 你知道BB刚刚之前 又发高烧了 病了 那发觉就是说 他们不是太适合去 在大陆陪我一起工作 因为怕就是说 万一BB 因为有个这样的病历的话 就可能如果再发高烧的话 就可能又会有抽筋 休克的现象出现 那变成 始终为香港 大家的心都会安一些 那 在大陆的话 就是不要说什么 塞车而已 就是已经 就是 令到你 就是急死你了 那变成 我想 都是 我不如 都是抽多些时间 回香港 去跟你一起 就变成 以前是大安子义 就说 觉得 叫他们上来 跟我一起生活 都一样而已 但是原来 就是经历了 就是一些 生与死的事情之后 觉得都是 留在香港好些 就是 始终 就是地方小一点 交通没有那么塞 那医疗设备又会 就是齊一点 那变成 所以大家同声同气 起码 就是说起上来都 都知道 吵吵 是 我想加多些 多了把口 要养 是 那不过 就尽量 希望 希望 两年前的画面 就是两年后 又再经历一次 就是在 产房里面 看到她 真是不简单的 一个妈妈 生一个小朋友 就是 我今次很大胆 我还看了 就是 劏图 就是那些 比较刺激的画面 我都看了 那 就是觉得 就是 为人父母 尤其是做母亲的 真的不简单 就是 我自己看到 都反胃的 就是那些 血淋淋的 哎呀 但是 真的不简单 就是你想到她 所承受的痛苦 和压力 其实真的不是我们 就是身外人 是可以 感受得到的